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抱歉 这么突然找你出来 没事 医院最近也不是很忙 有什么急事吗 我想拜托你帮我个忙 怎么了 我知道你会催眠 我想通过催眠的方式 让你帮我回忆起当年我爸去世的真相 为什么 我爸当年的车祸存在人为的可能性 但是关于那时候的记忆 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我听说通过催眠的方式 可以帮助恢复记忆 所以我想试试 我不太建议你进行催眠 你之所以忘了那晚的事 是因为你自己也不太想回忆起来 所以大脑自动屏蔽了这段记忆 就算再回忆起来 只能会加重你的痛苦 我知道 但是那关于我爸去世的真相 催眠也不一定能让你回忆起来 我真的想试试 拜托你了 注意呼吸 放松身体 现在把自己想象置身在一个电梯中 电梯上的数字 代表着年份 好 现在电梯运行 它会带你回到2014年 好 我看到一个很空的空间 继续往前走 看到什么 有一扇白色的门 好 我们尝试着去推一下它好吗 没关系 不用紧张 我们就试一下 冒冒 冒冒 你放心 我在这儿陪你一起 我们一起面对 我想起来了 你想你什么 我想起来当年和我爸 发生争吵那个人的模样啊 哥 我仔细看过了 最有可能就是这个人 利和资本的薛总 是不是就叫薛庆云 是啊